台湾建筑师黄生远及田中央工作群荣获第四届日本吉板龙正赏联合报器资料照分享 日本第四届吉板龙正赏昨日在东京颁发给宜兰田中央工作群建筑师黄生远 黄生远表示作为37年的建筑人他致力做出充满善意的真实空间 希望让人得到抚慰与激励 纪念日本建筑先驱与教育家吉板龙正的奖项吉板龙正赏 今年首度将奖项颁发给外国人由宜兰田中央工作群黄生远获奖 根据新闻稿指出黄生远昨日下午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举行的颁奖典礼上代表事务所接受此奖 黄生远说在坚持继续的路上我们都不孤单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 黄生远表示他非常感谢吉板龙正赏评选委员会让田中央团队获得这项荣誉 同时让他们有机会到东京与日本建筑界好友共聚一堂 并向景仰已久追求多元开放自由的吉板哲学思想致敬 作为一名37年的建筑人黄生远说他一直努力实践做两件事 第一要活出一个自主工作群没有人能随便指挥又能实时反省 同伴互不接力又各有特色在家或出门都能合唱的生命之歌再也没有谁说了算 再者是不逃避建筑本业做出充满善意什么都有可能的真实空间 希望让进入的人得到抚慰受到激励证明自由的可能 吉板龙正向来鼓励参与创作的伙伴先依据主题各自发展担动建筑设计 让每一个建物创意独特最后再整合为全新的无可预期的结果 今年吉板龙正赏评选委员会在评审意见中写到 正如宜兰风扰的自然风土一般这些过程同样在孕育人 在如此令人新鲜的环境之中建筑诱发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人又催化了建筑的完成 第四届吉板龙正赏评选委员会主席建筑家内藤广对于黄生远的作品 他强调这是以人为本做建筑的方式 而且与吉板龙正创办与研究室的精神十分相近 评深观察相较于完美无瑕的统和建筑物 黄生远与田中央人展现重视矛盾奇异 从而创造出神动丰富的态度 同时呼应黄生远自己所言勇敢的留下混杂 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真相 对于黄生远与田中央团队这类创造手法与建筑之道 评审表示不仅在日本甚至在近代社会中皆早已无存 因此历经评选团亲自勘察与讨论后 最终一致同一黄生远与田中央工作群 及他们至今为止所有的作品和活动 非常符合几版龙正上之精神